各位你有沒有發現這個系統拆解這個能力 通常有哪些人會需要這種特質 哪些人會需要系統拆解很厲害 老師 醫生 科學家 工程師 這個能力通常是Leader CEO需要具備這種能力 就是你是那個團的領導者 那你接到大任務或者你發現要發生什麼事情 那你就會做這樣的系統拆解 然後交給各部門的經理去主導 所以Leader等級的一定會需要這種能力 那或者是說你是那種分析的 像警察呢 醫生 我要判斷這個病因 或者醫生 這什麼樣的犯罪 他可能是這幾種 那我就先 電腦老師也是一樣 網路不通 這一間網路不通 我來看看這幾種原因 可能是他會先分區 這是A洞 這是B洞 這是C洞 那我從A洞開始查起 一洞一洞分開查 所以你就會需要這樣的一個能力 所以不管你是做活動 寫計畫 或者你做文演講 當我訓練學生的時候 我都習慣會用新制度 那因為這個細部的內容步驟我就不講 因為需要一點時間 那所以他會先想 或者班級討論說 這個作文的題目 我會想到 比如說我們今天講畢業旅行好了 那學員就會七嘴八嘴 誒那個用服裝很好玩 誒我要帶多少錢 誒我火車上要幹嘛 大家都會亂想一通 只要有ID的通話丟上去 丟在新制度裡面 然後呢 新制度的好處是可以拉 那個節點可以移來移去 對不對 所以我就再加四個分類 請乘轉合 然後我就把他們討論的這一堆東西 放到他的分類 放進去 那個 那個 跟同學表白 是屬於第三間的 好 我們就把他轉 那個起乘轉合的轉 我就把它拉過去 那等到你拉完之後 你就會發現那個結構 起很多 乘很多 轉比較少 和更少 那你就這邊再補一下 請同學再想一下 補一下 那你整個結構就很完整 那你只要把它順起來 然後再加一點那個體驗 那感覺啊 什麼進去 你的文章就會很豐富 對不對 所以演講也是這樣訓練 好 所以用個三分鐘五分鐘 把那個結構整個調整一下 它會很棒 好 那尤其是 像我們現在有生涯規劃這種課嗎 綜合課還是生活課 國中 國中 國中才有 各位我們在引導小孩子的時候 你想讓小孩很喜歡學習的話 最重要的是動機嘛 對不對 我學數學要幹嘛 我為什麼要學數學這麼難 我沒有動力 我學了沒有用 你在教那個 解位之數 高六年級 對不對 我學了要幹嘛 你去Seven買東西的時候 店員不會問你說 這兩二多X元 那個 電單Y元 1X加2 2Y元多少 他不會這樣問你嘛 所以你學數元不知道用在哪裡 所以我們 就是你要給他一些動機 那所以這個人生規劃最後部分 其實蠻有用的 就是我們 要讓學生想像他以後想要做什麼 然後他如果有一個目標之後 接下來就好 但為什麼 我們就用系統拆解 比如說我兒子想當那個電玩 走那個電玩遊戲的市場那邊 那我就去跟他分析說 你上網Google一下 電動遊戲的設計師需要哪些能力 他就去找一堆 要會動畫的 要會寫故事 要幹嘛幹嘛 找了一堆 然後就簡單幫他像剛剛做一樣 做個簡單的分類 然後接下來就跟他討論 哪些東西是國小就可以做的 哪些東西是國中可以做的 哪些是在政客裡面可以去學的 哪些是要選修社團去學的 哪些是在日常生活中可以做得到的 所以就幫他做一個簡單的人生規劃 分階段 那他就很明確的知道 我的目標是這裡 那我在國小的時候 我在平常可以上課可以特別 特別跟國文老師攤好關係 因為他可能很會寫腳本 所以我一定要跟他學會怎麼寫故事的方法 然後我就多參加那個創客社團 因為他裡面會教3D畫圖 然後到了國中之後 然後我又怎麼樣 然後我寫自己的部落格 我就自己上網打GAME 在網路上分享 累積我的那個冷氣等等 所以他就可以有階段的規劃 所以這個也是系統拆擠 那像我們接到 比如說接到明年要辦一個什麼比賽 我就會在Google行事率上面 比如說4月份是全國賽 那我就接到這個比賽之後 我就會往前推 現在是9月 中間有這好幾個月 那我縣市賽什麼時候要辦 我就直接在那個Google行事率上面 直接敲 2月就要辦好全國賽 因為要留3月來訓練 然後再往前推 我要什麼時候要辦演習 再往前推 我什麼時候要開始宣導 你就會把那整個行程都規劃好 那個甘蔗蟲 對不對 所以這也是系統拆擠 那在教育學習上面就是剛剛講的例子 所以各位覺得系統拆擠很好用 而且是萬用 不管你做什麼事都會用得到 你要讓學人去做一個很難的任務 你也要教會他這個人 不要讓他一天聽到你的任務就嚇死了 然後就好 我不會 我不會 來 我跟你講 你可以拆 拆好幾個部分 然後他既然拆了這個 比如說我拆了四大部分 那我們如果用新制圖去做指導的話 我就會跟他說 你這個部分如果做完 請你mark一下 做個記號 工作清單 PDCA的概念 所以他打了勾之後 他就知道說 我這個做完了 我剩下三個部分還沒做 所以依據我的時間 我剩多久 什麼時候要完成這所有的內容 我就可以去分配說 那我要先做這個 還是先做這個 他就可以自主學習 可以有那個自製的能力 這個都是要訓練的 就跟各位也分享一下 今天各位也分享一下 今天各位也分享一下 感到一定會有專門的 理藏 如果 我們會提交 拿走 你是